跟着黑色帽T的外籍光头男子走进服饰店 他先是往里头看了一眼 还以为他是来买衣服的 但下一秒男子手一伸 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把挂在衣架上的外套拿了下来 还不忘对店内露出一抹微笑 把外套披在手中转身离开 事情发生在上个月30号 台北市西门町商圈 这名外籍男子调在打烊前的10分钟 来到服饰店行窃 犯案过程花不到20秒 他明目张胆的程度令人折舌 这间服饰店光是店门口就装了两只监视器 再往里面走则是有四只电眼 让店员随时可以监控 不过这一名俄罗斯的窃贼还真的非常嚣张 他像中了这一件放在门口的外套 直接拿了就走 店里店外六只监视器 这外籍男子全当作没看到 他手法俐落 还以为又是外籍爬窃集团入侵 报警追查发现 原来他根本就是名通缉犯 在东海岸悠闲自拍 他就是这回犯下窃案的俄罗斯籍男子马克思 今年5月以免签身份来台学中文 也在台湾各地景点拍照打卡 当然还不忘上夜店左拥右抱 但他却是玩到哪偷到哪 他在台东偷东西 也在西门丁酒醉闹事 遭到台北地缘通缉 6号下午想要搭飞机回俄罗斯 却被海关挡下 遭到逮捕 如今 他被检方声压 好日子过完了 马克思还是得好好面对 自己过去犯下的 种种荒唐过错 记者潘嘉义成玄台北报道